还记得以前双11付款几包页面的场景吗 如今再逢双11 丝滑的支付体验已经成为了标配 这背后就绕不过国产自研分布式数据库的技术制止 不少人很费解 区区一个数据库怎么还能够影响到我的支付速度了呢 这个数据库就好比网络时代的大仓库 可以存放大量的数据 允许许多人同时反复查找 你在余额宝里面查看账户的收益 就是通过数据库读取多个数据连结计算以后呈现的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数据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早年间全球流行的数据库基本都依托于美国企业 比如甲骨文等 直到2009年某宝带起的电商热潮 在中国呈紧喷式的爆发 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 被更多的国人所熟知 从安全以及合理性出发 阿里利牌众议决定开始研发 更加适合中国独特场景的国产原生分布式的数据库 Oceanbase 不仅从根本上保证了软件系统的安全可供性 避免了断供的威胁 同时也极大优化了性能 在应对大数据量数据高并发 Oceanbase有明显优势 它具备一个数据库 可水平扩展和HTAP的三个重要特性 2023年11月16号 Oceanbase在北京举办2023年度的发布会 在会上 CEO杨斌宣布 推动数力分布式数据库的四项新标准 对客户而言 数据库关乎生死 必须确保数据从迁移到运维都万无一时 而Oceanbase连续两年刷新了全球测评记录 实现一份数据可以同时处理分析 同时 其在不同的城市 打造了3D五中心架构 建立首个城市级荣灾新标准 保障了城市级业务的持续高可用 并且实现了数据不丢失 8秒内无感恢复 确保了苛刻条件下的业务连续性和数据完整性 最后Oceanbase首次突破 分布式数据库的单机性能瓶颈 适应企业全生命周期业务的要求 从0到1 但是这股坚持的韧景才有了如今不用担心卡脖子的自信